想要知道如何做出这样好看的字幕 去加入到你的YouTube Shirts IG Reels 和TikTok里面吗? 这一点都不难 我们马上将你制作 我们今天使用的工具是Canva 只需要免费的账户就能够完成 如果你还没有Canva账户 我会把注册链接放到下方 你需要提供你的Email就能够完成注册 像我们进入Canva 我们需要选择影片 这里我们选择格式是行动影片 也就是1080x1920像素 然后我们可以在左边上传我们的影片 选择上传 选择上传档案 这里我就正在上传我的影片 你也可以看到这个标志就是上传的进度 当这个蓝色满的时候就等于上传完成了 现在我的影片就上传完成了 可以把它涂录到画面里面 然后我们可以右击 选择将影片设为背景 这样这部影片就占满了我整个画面 接下来就可以加入文字 选择这个文字选项 我们选择新增文字方块 在这里面可以首先调整一下文字的大小 你可以把鼠标移动到文字的视角 就会出现这样的标志 你就可以把它拉大 然后可以选择这里挪动它位置 例如我挪动到这里 然后在上面你可以更改很多文字的属性 首先我们可以更改是文字的字型 例如说我选择这个往上中特黑体 之后我可以更改文字的效果 我选择出窍 把偏移的数值变为0 然后把颜色更改白色 在这里可以调整一下文字的间距 我可以调节一下字与字的间距 这里再稍微调整一下文字大小 然后我们可以开始观看这部影片 去截取不同的片段 这我们可以拉大一下时间轴的画面 可以选择这个标志 现在显示的是缩放页面 缩放页面就是控制这整个画面它的大小 例如说我可以把它拉大 这样我的整个画面就变大了 我再点击这个标志 现在控制的是缩放缩图 它控制的是底下简局区它的画面大小 我可以把它拉大 这样我就能够非常清晰的看到 我们每一帧它的画面 现在我们可以开始播放影片 想要知道 第一个片段我想先分割想要知道这四个字 我可以再具体看一下 知道 所以我需要在这里进行分割 我右击选择分个页面 然后可以再去看一下 看一下截取的标准 想要知道 所以这一段是没有错的 然后可以更改这文字变成想要知道 然后再接下去听下一个部分 这里我需要再截取一个片段 还是一样右击 选择分个页面 再来检查一下 我截取的文字是如何著作出 所以这一部分是没有错的 然后再更改一下这个文字 再接下去听一下下一个片段 这个部分我需要截取出来 可以再检查一下 然后更改这个文字 这里我需要把这句话分成两段 这样好看的 然后再配合上字幕 所以选了这个字幕 然后右击 选了复制 然后再点击画面 右击 选了贴上 这样就复制了刚才的文字 然后往下移 然后把文字信息更改成字幕 然后需要更改字幕的颜色 我选了效果 选了这个颜色 把它变成黄色 然后调整它大小 把它变大 稍微挪动一下它的位置 这里我们可以再交入一些点缀式的元素 我可以选择元素 然后搜索Spark这个关键字 然后选择这个查看全部 我们可以找到一些动态的闪烁的元素 可以先选择这个塞选须的标志 在动画的选项底下我们选择动画 然后我们选择套用 就可以让你找到所有的动态元素 比如说我选择这个元素 调整一下它的大小 挪动一下位置 然后再复制一下 右击 选择复制 再点击画面 右击 贴上 然后挪动它 挪到右下角 这样我的画面里面 就增加了两个动态元素 具丰富的画面 接下来再听下一个部分 这里我再截取一下下一个片段 右击 分个页面 然后更改文字 接着听下一个部分 这里再分割下一个片段 右击 分个页面 因为在这里我提到的都是社交媒体平台 所以可以加入这些社交媒体平台它的logo 所以可以删除掉这文字 然后在元素里面可以搜索YouTube Shirts 就可以找到YouTube Shirts的标志 改进调整一下大小 我可以调整一下它的角度 再往左边挪动一些 然后再搜索Instagram Reels 这个就是它的logo 也调整一下它的大小和位置 最后一个标志就是TikTok 我们选的这个标志 调整的大小和位置 现在就可以看到 已经加入了三个社交媒体它们的标志 这我们可以使用一下 看完影片剪辑最新推出的功能 因为在影片里面 一次说出了这三个社交媒体 是有先后顺序的 所以就可以控制这三个标志 出现在画面的时间 第一个出现的社交平台是YouTube Shirts 然后第二个就是 Instagram Reels 第三个是TikTok 所以在这个片段里面 YouTube Shirts的标志是全程出现的 所以我们不需要设置 所以我们需要设置的就是 Instagram Reels 还有TikTok标志 它们出现的时间 所以我选择Instagram Reels 它的logo 右击 然后选择这个 显示时间 然后可以播放一下去看一下 Instagram Reels 它logo出现的时间 这个时候我就提到了 Ig Reels 所以移动这个时间轴 往右移 然后可以从头播放一下 YouTube Shirts Ig Reels 这个时候也可以看到 Ig Reels 在这个时间点的时候 才会出现 同样的方法去看一下 TikTok出现的时间 YouTube Shirts Ig Reels 现在这个时间点 是TikTok这个平台出现的时间 所以选择TikTok这个标志 把这时间轴往右移 下面可以来看一下 YouTube Shirts Ig Reels 和TikTok的平台 下面可以看到 这三个视像媒体平台logo 是第一次出现的 接下来继续看下面片段 这个都不难 在这里再做一个分额点 修改字幕信息 这里把字幕封为两段 这一点三个字为一段 都不难这三个字为另一段 所以需要复制一下 右击 选择复制 再选择画面 右击 选贴上 然后往下移 修改文字信息 然后把都不难这三个字变黄色 选效果 选颜色 变黄色 然后调整一下它的大小 然后修改一下最后的文字信息 还是一样分为两段 将你制作 我选择看看它文字颜色 选效果 选颜色 这里为了保持一致性 选择黄色 然后调整它的大小 我想丰富一下你的画面 你可以搜索一下元素 这里的关键词 我选的是Video Editing 这里可以找到这个元素 把它交入到画面里面 我调整一下它的大小 然后可以选择放入到这里 然后把这文字 还有这元素进行群柱 选这里进行群柱 然后选择位置 选至中 项目可以从头开始播放一下 现在可以基本上看到 所有的字幕都完成了 在每个分段点 你可能会看到 画面有抖动的情况 这是因为 开网还在处理这个影片 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当你导出影片之后 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在这里我可以更加丰富我的画面 例如说我可以给这字幕 添加一个文字动画 我选动画 这里就会有非常多动画各种选择 我们要记得就是 选择文字动画 而不是页面动画 如果你选择页面动画 那么所有页面里面的元素 都会有动画效果 而这里我们只需要 文字有动画效果 例如说我可以选择这个 上升的效果 我们快来播放一下 这样好看的字幕 然后在都不难 我们也可以选择另外一个动画 我们可以选择这个 暴力的动画 有一个强调作用 我们快来看一下 这一点都不难 我们马上教你制作 在所有的完成之后 可以选择右上角分享 选择下载 选择MP4影片格式 所有的页面 选择下载 很多观众都告诉我 不知道如何给短片上字幕 希望这个免费的方法 能够帮助你给你的短片 制作出好看的字幕 如果想了解 更多关于看法教程 可以看到这些影片 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 对你有帮助 欢迎点赞 并且订阅我的频道 聊天更多关于看法内容 如果想和我更多互动 可以关注IG 那么下期影片再见 拜拜